以色列的处境 这个国家几乎是靠神机梦想跟血泪 从沙漠中间建造起来 从建国当天就开始打仗 到今天仍然处于危机四伏的战乱之中 两年前 哈马斯打飞弹 打了五十天 以色列驻中国大使 说这句话 天空落下的炮弹比雨下的更多 而且以色列这个国家呢 它很多都是荒漠沙土 没有水 以色列的水只有台湾下雨量的七十分之一 但是以色列不缺水 台湾经常要陷水 它的国土很小 三分之二是沙子跟石头 没有战略众生可言 到二次大战的时候 日本呢 清占中国 中国就往后方退 到后来日本吞不下去了 但以色列呢 它不能后退 后面就是红海 它飞机一起飞呢 大概五秒钟之内 就要转弯向地中海飞 要不就飞到邻国 敌国被打下来 它可以打赢十次战争 但不能失败一次 否则就亡国了 要从地图上被割掉 他们怎么解决这种难题呢 是神跟人来配合 我们刚讲了 这块土地从所罗门的时候呢 开始不下雨 但是呢 从二十世纪初期就开始正式下雨 到二战之后呢 每年都按圣经所讲的 秋雨跟春雨 正式的下雨 所以神呢 时间到了 游害人 但是也要努力地开垦 使用低贯技术 出产丰富的食粮 所以李弟兄在这个 经常讲说 我们要在基督这个美地上 要来劳苦 我们要给他们耕耘 我们就拿一件事情 他们人口 1948年建国的时候 大概有六十万的犹太人 今天有七百多万的以色列人 一块土地 两千多年来是荒芜的 在六十年当中左右 食物 饮水 能够应付 增加了十二倍左右的 需要 地球上面 没有一个国家 而且不仅是没有食物缺 这法还成了欧洲的果园 地中海的花园 打了很多次战争 领土扩大 军事强盛 好 我就给各位看一个 你知道大家知道 一个美国很有名的小说家 叫做马克吐温 他没有成名之前呢 他是一个记者 被派到了 到巴勒斯坦 做个旅游 这是他写的 在所有景色凄凉的地方 这里无疑堪称首屈一指 山上寸草不生 色彩单调 地形不美 一切看起来都很眨眼 无辙无难 没有远近的感觉 在这里距离不产生魅力 这是一块令人窒息 毫无希望的沉闷的土地 走了几天 看不到一个人 连仙人长都不长 这个有没有远近的感觉 偶尔下点雨 雨水不排流 成了沼泽 成了蚊虫 瘧疾祸乱的地方 但今天你去看 这是以色列的 叫做耶尸列平原 他们的市场上的水果 这不就是我们应该在美地上经营吗 每一次聚会 我们就在在聚会中 展览这位丰富的基督 这些食物 这些水果 这些食物 都是从美地上生产出来 神降雨 我们去开垦 我们聚会中就展览 丰富的基督 这他们成了这个花园 我们聚会生活中间 应该借着我们的聚集 显出基督的美丽出来 好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预言一些应验 为什么是这样的 那块土地 只有大概一百年前 马克吐文讲的这些话 今天变成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和西亚书说了 到那日我必应允 我必应允天 天应允地 地应允五谷 心酒跟心油 这些应允耶诗列明 所以神的时间到了 神做事是有一个时间表的 但是呢 我们也要努力的开发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要珍惜 我们手上的圣经 也珍惜我们里面的灵 也要珍惜 我们手上的这些属灵书报 以色列呢 这个国家呢 建国六十八年了 很特别的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农业 一个是军事 但他们亡国两千六百多年 被驱递在世界各地 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 所以他们不能够做农业 他们也没有土地 没有国家 所以也没有军队 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 立国了 农业军事成了世上的 强大的地方 他们有一个叫做集体农场 西伯来文叫Kibuz 很特别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们做这个时候呢 因为他们的水 只有在北方的加利利海 所以他们就需要把这个水呢 就做这个叫做国家 输水系统 然后能够运到南边 那为了这个建这个时候呢 他们就 阿拉伯人就打了很多次战争 要破坏这个水道 那这个水道呢 你看从这里 就各方面送到各个地方去 所以它很多地方呢 沙漠的地方都能够开始生产 这个是以色列的生命线 那我们讲呢 这个其实呢 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今天的 执事的书报供应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没有执事书报 这样的一直的供应下来的话 我们拿来这个丰富的属灵食粮 但是也是这份执事 在海外就受到很多很多的攻击 但是是靠耶和华的灵 好 这个叫滴灌技术 你知道他们水不能够偏了 像我们那样浇的 因为水都被空气中吸收了 他们用水管 然后呢 水滴 他用电脑控制的 然后呢 刚好滴到根部 完全的吸收 然后养分啊 什么农药都摆在里面 那我说呢 这个就叫做我们的 新路的个别喂养 以色列的看着 这么丰富的农业 弟兄姊妹 不要靠大聚会 我们要需要很多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你们都可以去喂养 好 这个人呢 是就是Kibbutz 我们参观的一个犹害人 他是在美国长大的 后来呢 三十年前之前 他就回到那里去 他带我们参观 他带我们刚好是 橄榄成熟的时候 他带我们的橄榄园 就摘了橄榄 他说橄榄最好的呢 是你一摸 那个油就出来了 那个油呢 最好的油 它上面没有一点皮的 那个酸味在里头 那个呢 是叫做最好的油 那个是做在圣殿里面 还有圣膏油用的 然后呢 他教我们怎么挤 大家挤了 搓在手上 那有人挤出来油呢 就可以我们像喝的 做菜的时候用的 那最后呢 还可以做成洗脸啊 什么系的 好不讲 那帮大家磨了 哇那姊妹们就磨了 哇脸上也磨 对不对 香喷喷喷的油呢 好 最后他就带我们走到边上 你看到这个土地 那个土呢 刚刚爬过 那时候大概中午 又热 他居然叫我们每个人 抓一把土 大家都 你刚刚手上抹了油 叫我们去抓土 他说你们抓 你们抓 大家不好意思 抓了一把土 他问我们说 你们手上抓什么东西 那我姊妹就很快 dirt 土 一看他脸上表情不好 赶快说 soil 土壤 他说不是 他们想说 你刚刚叫我们抓土的 这不是土 不是土壤是什么呢 他说这叫以色列 把我震撼了一下 全世界到底都有土 只有在这个地方 这叫做以色列 这一块是神给他们的列主之地 然后他说 好 你们先把土放回去 大家 非常就发 他没有放 他看看我们 他说有两种放土的方法 我们想说 还有什么方法 他说我会怎么放呢 他拿起来 然后慢慢地蹲到地上去 放在地上 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有没有对 这块美地这样的珍惜 这样的宝爱 我们对手 我们手上的这个 属灵书报 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有胃口 有珍惜 我们这样珍惜 这个美丽还会产生出来 基督各样的丰富 所以 因为 我会承意 从尘边灵环环环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